中央橋引到拆除之後 北門重現天際線 但是映入眼簾的 卻是被網友戲稱為 中華民國美學的 愛顏廣告招牌 東一塊西一塊 白的綠的 什麼顏色通通都有 整棟大樓從高到低 幾乎都被招牌包圍 往另一個方向看 霓虹燈一到晚上閃亮亮 連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很有意見 戴著安全帽 手到處筆劃 14號晚間 可皮搭著摩托車微服視察 認為北門附近的廣告路燈 破壞整體美感 還滿醜的 就是剛拍的時候 就是會拍到一些 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覺得跟首都的形象 沒有很符合這樣子 如果觀光客來這邊的話 從城門正門看過去 典雅日劇時代的台北郵局 和雜亂無章的普通舊大樓 形成強烈對比 督發局將制定準則 現行合法廣告物 等到五年期限一到就下架 未來周遭大樓不得掛設任何招牌 也不能有閃爍霓虹燈 初步我們希望是以簡單的一個線條 跟單純的立面 北門為中心 周邊建築物的立面 第一接鍋的立面 來做一個管制的一個範圍 考量城市美學 北市借盡國外經驗 像是日本京都不僅禁止屋頂看板 連霓虹燈顏色都不可以太過炫目 招牌高度也有限制等等 規模規定讓業者大喊吃不消 但卻保住古都韻味 文化城市具體實現 記者徐鴻在三一方 台北報導 政條ツ處消沐 安排 安排